在中国出海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年轻人这个创业的机会在哪里呢 其实跨境电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我经常听到身边的有夫妻店的 去做跨境电商 也挣到了第一桶金 我是指讯科技的刘志海 我们指讯科技也是早期跨境电商的玩家 那后面我们发现卖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痛点 会存在账号信息安全泄漏 同时会存在全线管理问题 我们就毅然决定去转型 去做软件服务商 我们就选择账号全线安全这一块 进行软件产品切入 我们的愿景就是安全提出中国品牌出海 2015年我们转型创业 我们选择以浏览器为核心 立志打造跨境电商数值资产安全管理平台 支持卖家在不同平台上的账号安全存储与管理 目前已经安全管理220万企业内部账号信息 从功能成熟度与服务资料来看 亚马逊科技长期驻厂服务与我们 帮我们提供解决方案并优化成本 让资料浏览器自动化产品快速上线 交付给客户使用 通过亚马逊、Lambda等Serviless服务的使用 让我们实现了业务部署快速上线 减少硬件成本投入 基于AMO架构的EC2实力 平稳支持资料浏览器高达220万的企业账号访问 EKS容器帮助我们的RPA自动化服务 轻松伸缩服务器资源 应对任何时间段自动执行店铺运营操作的需求 在与亚马逊云科技的合作过程中 优质的服务帮助软件产品快速上线 亚马逊云科技的技术团队 在我们软件产品设计的初期 就开始帮助我们优化方案 亚马逊云科技出色的技术 可以帮指讯科技轻松上载 不仅为我们节省了资金成本 还有能力学习成本 那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聚焦放在产品的打磨和创新上 这是每个客户都关心的 指讯与亚马逊云科技合作 受益主要有三个层面 首先我们指讯受益 与亚马逊科技合作过程中 我们有了优秀的产品和客户口碑 以及更低的成本 凭借Marketplace上丰富的海外资源 指讯可以快速触达全球最新技术 其次我们客户也在手里 我相信他们得到更流畅的账号登录 浏览体验 同时他们也对自己账号安全会更有信心 最后我觉得疫情下 跨境电商为大家提供一个创业 就业的渠道 通过我们的努力和专业 去实现他们品牌安全出海门 亚马逊云科技的技术是全球卓越的 我们也是最早一批受益者 希望未来亚马逊云科技能够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期待能与亚马逊云科技有更深入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